大家好,欢迎来到苹果熊的厨房,我是贝尔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红烧带鱼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条带鱼,去头去尾,去掉内脏 清洗干净以后切成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下面准备配料 将葱一部分切成葱段,另一部分切成葱花 将姜切成姜片 蒜切成蒜片 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两个干辣椒,一个八角,一点干花椒 将鱼放进大碗中,加入一半的葱,姜,蒜 一勺料酒 搅拌混合均匀以后,腌制20分钟 下面来调料汁 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料酒 一勺香醋 一勺香醋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一勺糖 搅拌混合均匀以后,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个盘子 盘中加入三勺玉米淀粉 将带鱼段均匀地裹上玉米淀粉 抖掉多余的淀粉以后,放一旁备用 锅中加入三勺植物油 油烧至微微冒烟以后,放入带鱼 转中小火慢煎 一面定型以后,翻面 直到两面都煎至金黄色以后 盛出备用 另起锅 锅中倒入两勺植物油 加入剩余的葱姜蒜 八角,干辣椒,干花椒 翻炒一会儿 将配料炒香以后 倒入煎好的带鱼 加入之前调好的料汁 倒入250毫升开水 大火烧开以后 转中小火炖10分钟左右 期间把鱼翻面 使其更好的入味 10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撒上葱花 我们的红烧带鱼就已经做好了 下面让我们的美食家三毛品尝一下 这是有多难吃 猫咪都不吃鱼了 别误会,猫咪是不吃辣的 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贝尔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